左右脚连轰世界波,巴西新9号第一次首发就天赋炸裂,他今年才21岁在今天的国家队比赛日,如果说要评选出今天的最佳球员,不仅阿森西奥独领风骚,刚刚完成国家队首秀,不久的理查利森今天也是大爆发,他上下半场各打进一季世界波,加上他制造了一粒点球,帮助巴西5-0大胜萨尔拉多, 今下以5000万磅的天价转投挨福顿,理查利森开局状态十分惊人,先是首秀上演没开二度,英超前三场比赛中打进了三球,再英超是首榜排名前列,可惜的是他在伯恩茅斯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无奈停赛,但是他火热的状态让蒂特刮目相看,由于巴甲名将佩德罗受伤,理查利森得以补充入队, 他也披上了代表巴西主力前锋的9号战袍,上一场巴西击败美国的比赛中,理查利森替补补上阵,迎来了自己的国家队除此秀,此番地特有意让他首发登场,太飞堂当同前锋终于获得了为桑巴军团首发出战的机会,比赛刚开始不久,理查利森就带球突入禁区被对手放倒, 才判过断吹罚点球,内玛尔没有浪费他制造的点球,主罚命中帮助巴西领先,第16分钟,内玛尔投桃暴力为理查利森送出助攻,后者在大禁区不停球直接起右脚中炮轰门,皮球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飞入死角,理查利森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国家队除此球, 手袖进替补出战15分钟,加上这场比赛第一次守,法就在16分钟破门,理查利森守过巴西除此球,只用了30分钟左右,破门后的理查利森非常兴奋,先是和科斯塔拥抱,随后又招呼内玛尔过来一起庆祝,两人非常默契地跳起扭臀舞,理查利森的表演远没有就这样结束,第50分钟,库蒂尼奥再进去左路内切, 被断球,但是理查利森跟进就是一脚不讲道理的左脚抱舍,皮球直飞网窝,有意思的是,理查利森这一粒进球和他进的第一球位置几乎重叠,而且上下半场的进球各自有左右脚来完成,理查利森展现出,了他左右脚均衡且出色的射数,世界杯中身P879号战袍的是热苏斯,但是曼城小将在俄罗斯的表现令人失望, 辜负了巴西球迷的期望,在罗纳尔多和阿德里亚诺之后,巴西9号再没有合适的继承者,如今巴西新一代的风险重担落在了热苏斯,菲尔米诺和理查利森身上,究竟谁才是最适合这件9号战袍的人选呢? 要知道理查利森和热苏斯一样才21岁 感谢你